快捷汉语一加一 第十九课 秃顶 第一幅画 词汇 照片 回忆 样子 浓密 稀疏 发现 感觉 为老先衰 对话 老李在干什么? 他在看以前的照片 回忆以前的样子 以前老李的头发怎么样? 以前她的头发很浓密 现在照镜子的时候 老李发现什么了? 他发现自己的头发 已经很稀疏了 看到自己稀疏的头发 老李心里有什么感觉? 他突然觉得自己为老先衰了 第二幅画 词汇 大街 时髦 顶 秃顶 毛病 对话 现在老李在什么地方? 他在大街上 老李在大街上看见什么了? 他看见一个时髦的女人 从对面走过来 老李为什么把书顶在头上? 他不希望那个女人注意她的秃顶 那个女人心里怎么想? 他想 这个人大概有毛病 第三幅画 对话 词医院 区言 老李去哪儿了? 他去医院了 老李为什么去医院? 他认为自己得了秃头病 老李对医生提出了什么请求? 他说,你能让我长出新的头发吗? 医生是怎么回答老李的? 医生说,很抱歉,我没有办法 第四幅画,词汇 卖,买 像,一样 相信,画 评 对话 在回家的路上,老李看见什么了? 他看见一个人在路边卖药 老李跟那个卖药的说什么? 他问那个人有没有长头发的药 卖药的对老李说什么? 他说,吃了我的药,你的头发会像我的一样多 老李说 老李相信那个人的画了吗? 他相信了,他买了一瓶药 第五幅画 睡觉 他梦见自己长出了一头漂亮的长发 狗 因为狗 老李能再长出一头漂亮的头发吗? 不可能 不可能 这只是他的一个梦想 第六幅画 词汇 现在老李是什么样子? 他的样子 他的样子有了很大的变化 老李的样子有什么变化? 他的胡子和眉毛又长又乱 老李长出新头发了吗? 没有 他没有长出新头发 老李怎么变成这样? 因为他吃的是假药 老李的妻子觉得怎么样? 他想 自己可能看见鬼了